哈喽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Sara R Studio,我是Sara 今天呢是Sara老师进行公开课第99次 也是疫情以来每周一次的公开课 到现在已经两年多时间了 那么在这个公开课的过程中呢 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跟画画各种各样的画画的内容 有一些是素描,有的是色彩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,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就是因为公开课嘛 老师要面对所有的人 所以每一次的难度和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为了尽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需求 所以如果说大家希望能够有计划的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的话呢 那欢迎大家加入Sara老师的精品小班课 参与老师的精品小班课是按学生的年龄和程度分班 那么能够给予每个学生个性化的辅导 每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 然后需要怎么调整,怎么解决 老师会包括制定学义计划都是有针对性的 所以肯定能够最大程度上的帮助到大家 那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呢 欢迎大家加入Sara老师的微信 Sara老师的微信是sara-521 大家可以选择加一下老师的微信 上一节课我们画的是 Easter day 我们的复活节的小兔子和小鸡 我们今天呢 打算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组进物 今天这幅画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要画的是一个茶壶 起行的时候呢 我们先要把茶壶大概的形状 要给它画好左右对称 在画面里再靠上的一个位置 然后它的虎瓣在这个位置 虎口 这个位置 虎嘴注意左右对称 有一个变小 好 先画成它的侧面 好 画好了之后呢 我在这个虎瓣旁边呢 它有一个 它是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圆的 我可以先简单的把它给画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状啊 这个圆形的透视呢 我们给它画上 它会有一个 椭圆形 好 它我侧面会收进去 下面有一个边 也是椭圆形啊 圆形的透视 如果老师的机闭小用课 老师会讲 因为圆形的位置和人 视角的不同呢 会造成这个圆形 都是有不同啊 好 这个虎呢 它要包住它 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 虎口在这样一个位置 好 然后呢 现在在旁边啊 给它加上 这边有一大堆的葡萄 一大串葡萄 然后在虎嘴的下面 这有一盆小花 画花的时候 因为它花盆也是左右兑确的 我们可以把中轴线找一下 好 画盆的位置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花的形状呢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 这样 来画啊 upside down的 然后这个圆形 也是要变成椭圆形啊 好 下面这个地方被葡萄给挡住了 然后在虎前面 虎的把手下面 这个地方有一个梨 好 这个梨的身体有一点点 有点缺 好 这样 然后 梨半 在虎 我已经能缺住了 那么 一千 就 好 一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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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葡萄呢 大概的位置在这儿啊 有一些圆形 然后可以先大概的画一下 然后后面挡住的这个杯子看不到了 中轴线画好了之后可以不用了 好 这个花中间的叶子 然后它会有一些在外面包住它 好 这个花中间的叶子 好 画出来几片不同的叶子啊 感觉它像一个茶杯一样的形状啊 在这样的顶上拖住 好 这个这个杯子的口呢 它有一个厚度 把这个杯口的厚度画出来 好 在这个阶段我用的铅笔是HB的铅笔 好 这个铅笔是HB的铅笔 好 这个铅笔是HB的铅笔 然后 organize 水一次你看到了 这个是用处一诇 naprawdę 不同的谅� ச公 blown 鼓说ended Lon夡道 无力的这个铅笔 就一直进来 你是不是很重 这边不用了 sixt迷 Both 太今光动了 还未来 感谢观看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 继续啊 感觉我的这个梨子画小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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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